我们用几分钟来讲解一下复盘大师1.0英文版的使用方法 前段时间我有做一个视频就是用打字的方法来做 前段时间那个耳麦有点问题 没有声音 效果不是很好 网上现在有传优后上面有一个视频 就是下载我之前做的那一个 然后前段时间我把它拴了 因为上面没有标题 没有标注我的版权 也谈不上版权 就是上面没有一个我的公司号 现在我重新做一个 我用那个实际的一个操作 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软件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有的网友说注册怎么看已经注册好了 我们它是按照这个注册进去的 把这个硬盘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器码 复制到剪切板里面然后发给我 我会给你一个注册号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点把这个上面填就随意填了 随便填了 只要说有填上去 然后这个填上我发给你的注册号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会出来一个 恭喜你已经注册成功 然后重新启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重新启动完了之后 我们在这边help这边关于程序这边 这边注册给这个英文字注册给这个这个好这个名字 我这个随便填填的数字 注册给这个 那就说明已经注册好了 就不需要再重复注册了 你如果重复注册的话 你在这边 然后下一步 重新注册 重新注册 然后换一个换一个注册 也可以 都可以 就是注册完之后 这边会提示说 你本来是什么字符下去 然后就出来一个 你输进去的一个内容 这是关于注册的 然后关于说 这个程序安装好了之后 它没有 里面没有黄金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我们看一下 它里面是没有黄金的 里面没有黄金 它本来是没有黄金 本来是一二三四 本来就这四种货币对 然后加黄金的话 我们看一下如何加进去 我们点击这个工具栏 这边有个工具栏 然后点击当前 点击货币 货币单 这个名称叫货币单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的话 然后这边有个加入货币 我们点加入货币 把这个黄金这个参数输进去 黄金我们看黄金是什么参数 我们双击一下 黄金这个小数点后 这是小数点后两位 这个英文字小数点后两位 然后这边是0.01 然后这边写点3 点3的意思 这种英文字 就是 我们我也不大清楚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就输3 我说测试是输3 然后这边点写100 这边这边不用改它 就可以了 黄金我们有专门做一个 就是我有另外做一个黄金测试 说明的 就是这些参数输进去就OK了 点OK就好 这边就是点加入货币 然后把这些参数输进去 这是黄金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白银的话 我们就看日元是怎么输的 日元是0.01 然后3 然后这边10万点 10万点 然后这边也可以不用输 就是跟日元一样 白银跟日元一样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傍日 傍日 那也跟日元一样 是吧 因为后边小数点后边都是两位数 跟日元一样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就看一下 小数点后边几个数 是跟 这些现影的货币队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增加货币队 然后点完之后点应用 这边一个应用 点进去就好了 完了之后我们如何导进去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导入历史数据 导入历史数据 然后这边就是选择你已经下载过的一个历史数据 然后就可以了 可以导进去 还是这段导进去 打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要进行一个数据 扎持导入 也就是说数据的这个什么 K线 K线导入 我们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做哪 你看你要做哪一种 比如说做欧元来说吧 欧元 比如说你要导入2008年1月1号 你要测试的一个时间段是在哪个时间段 比如说2008年1月到2009年的1月 测试这一年的数据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点击打入 然后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 这是编辑模式 记住了 如果说你要挡入历史数据的话 你要在编辑模式里面做 如果说你要测试数据的话 测试数据的话 你要在这个测试模式里面做 然后点击测试 测试 然后点连接 然后从2008年 这边是2008年 这一个是开始测试的一个数据范围 就开始测试 这边是自定义 你要2008年到2009年这一段 你要定义说哪 你要测试 测试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我们现在是从这个开始数据 开始 然后点就开始 这边是调整速度的 这边可以调整速度 然后这边调你的周期 你要看的一个什么周期 速度可以调小一点 我们速度可以自动调 这样调 我们可以随意调看适合你适合看 你适合什么样的速度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以小师徒为例吧 我们来做一下测试 再让它走一小段 那如何买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判断出方向 看 一二三是吧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上涨 一个上涨 上涨的趋势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话 在 它这个二浪 二浪调整 它是这样调的 然后 四浪大概也是这样调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 这一段去买路 它等它下来的话 我们去买路 到这边 怎么那么多了 没有出现K性反转 但是它这边也没有突破 这边 二浪 没有突破 这个二浪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 突破 突破 所以我们这个方向就变了 我们就不再做多了 不再做多 我们看一下调整 反弹 反弹大概是说 反弹能反弹到多少 我们大概是50%左右了 我们去观察 有没有K性反转 然后我们再去做空 好 这个如何去 这边就是一个自动 这边就是一个自动走的 这红点自动走的 那如果说你要一根根测的话 你就点一下暂停 这个也是暂停 也是暂停 也是开始 你点一下就自动走 如果再点一下 它就暂停 暂停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空格键来做 用空格键就一根根做 空格键一根根走 那么我们一根根走一下看 1,2,3,4,5 我们看出这个 1,2,3,4,5 5浪 5浪走 5浪走 5浪走完 5浪走完 现在就说 这个 这个是 画线的 这是画直线 这是画线段 那么我们写着画直线 我们把这个直线画出来 然后点击 右键 右键点击 这边有个复制 复制一根 复制一根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移上去 就选择一个通道 它这个1.0版本 里面没有个通道 我们就可以通过画直线 然后点击移过去 也就是一个通道 一样道理 1,2,3,4,5 然后五浪走完呢 五浪走完 现在走了吗 我们 我们判断说 1 这边是1浪 这边2浪 是吧 1,2 或者是一个什么 一个回调 一个大的回调 大的反弹 是吧 大反弹 然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大的反弹 反正到上面去 我们再做空 没有反正去说 别说 1,2,3 已经是走第三浪 已经是走第三浪 大级别的第三浪 所以我们骂出 骂出是什么 这边有个电单可以骂出 新电单骂出 直接骂 F捧出 就是这个F2 快捷键是F2 然后点着 选择骂 骂 骂 这个 这边是 止损 这边是止盈 骂的话 止损要挂哪里了 比如说止损挂这边 骂 然后 止盈呢 止盈我们看一下 在下面我们看不到 我们先骂出 骂出 也可以直接按 Ctrl加 Ctrl加 S 快捷键 Ctrl加S 就可以卖出 就可以卖出 我们本书做一下 Ctr快捷键 Ctrl加S Ctrl加B 加B 买的英文字是Buy 是买 然后Ctrl加C 是平仓 平仓 这是三个快捷键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如何测算距离呢 我们看一下 一浪 是吧 一浪 然后把它测算下来 三浪 就是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在这边设目标 刚才我们有设过止损 是在这边 然后设目标 是在这边 然后点 就是你点击后面 这个吸管 就可以直接 直接 这边直接可以设好 就不需要你再用手动去输 然后点着 选择这个 更改 电单 不要点这个 这个是什么 关闭部位 就关闭头寸 不要就关闭它 关闭它就平仓了 是吧 然后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 或许如何走 好 走这边 好 走了 好 走了 这是一旦就完成了 然后现在开始反弹了 反弹 反弹 反弹的这个 扼浪反弹 反弹这个幅度比较大了 我们把这个吸引线画出来 击线突破了 通道画出来 通道也差不多突破了 所以说这个判断说了它这个方向 已经反转了 这个我们把这个部件 这个部位也偏调 偏调 可以直接按delete 也可以 按生除键 也可以 直接偏调 delete 也可以偏仓 直接点住 也可以偏仓 就是delete 就是我们键盘上面的delete 也是平仓 但是你要先选择 你要先选择 你要先 储标 要先点击 点击这个位置 点击你这开单的这个位置 就点击你 你开了那一单 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有个 这边是 就是你做的一个历史 你是怎么做的 这个历史 然后 鼠标右键 点击一下 这边会出来 这个 这个是 等于说是历史单 历史单 就是 这个痕迹 你在哪里买 买件 哪里卖出的痕迹 然后 成交量就不用了 这网格 网格 这是 这个不用管它 这就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有个统计数据 我们点一下这个 呃 左边面板 显示左边面板 这边有个统计数据 几天 几个月 然后你做几单 做两单 你的利润 你的盈利单数 你的亏损单数 呃 呃 最大获利 最大亏损 然后 然后 下边 净利润 这个英文字 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拔度一下 搜索一下 很简单的 然后这边是你的正确率 正确率50% 亏损 就是 获利率50% 正确率50% 如果说 做多 做做的越多越多 越 呃 做了很多单的 这边有个 就会出来 就是两 两单 就是 两种 就是你的获利 跟你的亏损 的一个比例 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 呃 这是做零点一手 如果说你要做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选项里面 这边有个 工具选项里面 这边可以做 呃 比如说 交易这边 可以说一手 可以说十手 你可以就是 根据你的资金量大手 大小 大小 然后资金 初始 初始 资金 啊 是一万 啊 一万美金 啊 嗯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你这边 可以调你 你喜欢的一个 阶段参数 啊 再把颜色改一下 其他的都 呃 不是 很 重要 啊 可以 个性化 改一下你的 这个 背景 啊 都可以 呃 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做 做几张 因为有的网友会说 复盘软件 如果使用 我不懂 啊 我们 我们来 做 做几张看一下啊 我们就 现在 判断说方向是向上的 所以我们等他 啊 回调 啊 回调到哪里了 啊 现在出现一个 呃 这个是刺痛 我们马路 马路 啊 马路 那么 Ctrl B 马路 啊 然后目标 目标 我们测算一下 大概目标测算到这个位置 啊 我们把 我们把止损 跟目标 设好 好 就这样 然后 一直按 空格键啊 啊 那现在 什么 第三浪 走到这边来 已经 走到这边来 还没到一倍 就开始 往回走 往回走的话 我们看一下 啊 其实先破了 那么 把通道走出来啊 通道走出来 如果通道再破的话 那么 有可能 有可能会 会 会往下走 好 Maple 好 那么 我们数出 就是一浪 这二浪 这三浪 这四浪 现在走什么 第五浪 第五浪 我们目标还是 坐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 能不能再往前走 好 那么 现在通道破了 没破 往上走 那么 12345 突破上去一点点5 这边可以说 这是2 这是4 然后这边515253 我们再走 515255353 然后现在走什么 54 54 那么我们之间策略的话 我们就这样 5152 1 2 3 4 我们可以这样子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这是5 这是6 这是7 这是现在走 走第8 我们不把 不把他当 5155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跟这个时间 接近 所以说我们不把他当做 小级别的 我们把他当做一个跟这个一样级别的 现在走 12345678 现在走第8 看一下能不能往上突破 好 现在走第9 现在破了前面一个低点 所以说这个趋势已经转了 我们以做空为主 把这边设在最高点 那么 看一下怎么走 好 往下走 往下走 这边是1浪 这边是2浪 这边是3浪 3浪 我们这个目标 我们测上一下 目标大概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大概就到这边 所以说现在目标到了 我们差不多也出来了吧 啊 目标到了 目标到 目标到 我们就出来 那么继续 有人说会继续往下走 那么 你既然说目标是设定在1倍 那么 我们 再往下走 你就不要太难了 不要太难了 把通道先画出来 我们可以这样看123是吧 123 3浪已经走完了 现在往下走 往下走 走4浪 所以说我们4浪 呃 4浪的这个 呃 就是挂单 一般就挂到这个位置 啊 挂到这个位置 123 4浪大概挂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怎么挂单呢 我们把鼠标 放到这个位置 点一下鼠标的滑轮 啊 滑轮上面就可以显示这个十字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坐标啊 我们把这个点到这个地方 然后按右键 右键 选择 这边有个 这边有个 sale limit 啊 sale limit 就是性价 挂卖单性价 bar store 是什么 就是马单 呃 马单就是突破马单 啊 我们是挂卖单性价 是 呃 价格走到那个位置 我们就卖啊 然后我们把 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移动 啊 移动这个 这个价位 就是这个 在哪个价位 我们可以在这边点 点移动 然后这边有个 止损啊 止损 就是设在上方 一小 一小段 然后这边有个点数 止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啊 它没有上去 啊 没有上去 它到这个位置 我们没做到 我们打算在这个地方做 这个位置 没有去做 啊 没做到 我们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啊 五浪 那没做到 我们可以按什么 Ctrl加 C 就是 删掉止损 或者是什么 删掉了 删掉了啊 你按一下键头 你按一下键头 这个键头 这个键头 就是我们键盘上面的这个 键盘上面的键头啊 指的什么 指的什么 回 回走 就是 你走 你觉得这个数据 啊 出来 你错过那一单 你可以往回走啊 直接往回走 啊 错过这一单 往回走 然后 然后你再走 可以这样子 啊 可以这样子 那么 如果说 你往回走 那 显然你这个测试 就不客观了 啊 所以最好是不要去 用这个往回走的 这个功能 啊 我们把这个通道 画出来 一二三四五啊 走到这边 那是第五浪 啊 然后 现在走什么 第六浪 第六浪的 这个 呃 就是 反 回调这个 目标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在这个位置 再去挂单 再去挂空单 啊 止损放到这个通道上方 啊 看能不能走到 啊 走到 啊 啊 止了 止了 就说明说这个价格啊 往上走 啊 往上走 往上走 我们把这个 呃 止损挂到最低点 啊 啊 这什么 一浪 啊 这二浪啊 三浪 三浪的目标 我们看一下三浪目标 还是一倍啊 还是一倍 啊 大概在这为止 啊 很很容易达到 啊 那么现在 我们看一下 一二三 这三浪大 这边拿 然后就走了吗 走一个回测 走一个回测 所以我们现在走什么 第四浪 走第四浪 走第四浪 是吧 把这个通道 把这个曲线画出来 曲线也可以是线段 我们也可以点这个线段 啊 点这边线段 嗯 也是一样 啊 复制一条 移过来 啊 看一下啊 上去 上去现在走第五浪 啊 走第五浪 嗯 把这个 移过来 目标的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把这个目标 设在 这个地方 啊 看能不能达到 啊 达到 嗯 一二三四五 现在走第五浪 啊 嗯 那么 就是这样交易啊 我们 这个复盘 就 做到这边 然后你重新启动一下 呃 如果不做的话 你就点一下 呃 这个连接 把它关 关闭掉就可以了 然后下次启动的话 就可以直接再 启动这个软件从 这个位置 就开始重新 呃 开始再继续走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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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